吊車吊起牛樟墓 一塊塊搬上拖車準備載走 多達三十四噸的牛樟墓 被林務局一扣就是十幾年 現在經過法院認證 要全數歸還給詹姓男子 能夠拿回屬於自己的牛樟墓 詹姓男子藏不住喜悅 二零一零年國有土地保安專案小組 懷疑詹男花八十萬購買的牛樟墓 屬於非法盜取 被林務局認定違反森林法 遭到扣押 詹男辯稱木頭是合法購買 要培養牛樟墓 提出民事告訴禪送多年 今年一月最高法院全案定驗 要領管處歸還扣押的三十四噸木材 本處尊重法院的最後判決結果 保護國有林之決心不容撼動 這就是菌種 紅色這個 這批牛樟墓數量龐大 因為扣押長達數十年 樹林變得很年長 在國內外極其罕見 未來投入牛樟之市場產值驚人 將近這八年當中的產能 大概能到三到五億的 目前這些牛樟墓 已經由生技公司全數買回 培養牛樟駿菇 不過山老鼠逆轉 取回高價木材 也引起地方討論 記者劉己嬌 李宗澤花蓮採訪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